台積電呢今天怎麼會殺尾盤 那營建族群呢 今天呢確實大震盪 有的漲停有的跌停 好那我說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重點是各部表現 很多之前跟你談的低檔上來的 也亮燈耶 亮燈呢在公告 那這些呢精彩的內容呢 怎麼觀察都在今天的節目當中 務必要收看哦 請鼓讚首創進化波浪 更勝波浪 喜歡我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讚並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或直接加入我的LINE粉絲團 小老鼠V168 V168 勝利一路發 大家好 我是黃培索 很高興跟大家見面 台積電的尾盤呢 突然殺了10塊錢下來 這個地方 這一盤本來800塊 剩下收盤7排9 大盤跌100點下來 大盤本來平盤呢 變成跌了快將近100點 這個地方 我們台積電之前跟你談到說 你暫時也不要過度看壞 也不用過度看好 它會進入一個區間震盪 對不對 之前我說之前 這個地方826呢 這個第五波暫時告一個段落 那它大概就在這個區間震盪 你下來不要看太壞 上去你也不要看太好 這個區間呢 暫時應該需要震盪一段時間 那因為台積電呢 進入震盪 所以我們也主張大盤 也一樣進入一個震盪整理 一直跟你堅持 目前的一個盤式結構 大盤也是這樣子 差不多大盤 4月15號明顯破線 這個脈動結束 17151到20883 這一組很重要 這一組這個地方正式結束 結束以後 哇它殺很快 殺到了19291 那後來就是腳事件是這樣 從20883殺到19291 那這個關鍵價有越過 所以我說它盤式就進入一個震盪整理的結構 來回高低區間 那今天等於是其實相對來到相對高了 台積電也是 所以說相對高的地方有賣壓 其實是我們認為是非常合理的 非常合理的 大盤的部分你像這個結構 你今天來到20559 其實我來到20576 我其實已經彈了也蠻高的 所以你這個地方 其實像我們的話 做旗子的話 這個地方我們會選擇去做佈局空單 你如果再測試一個低點 哇那不得了 這還超過1000點 這個20559到這個低點 又超過1000點 當然這個選擇空單 你那個點位也要選得漂亮 你如果前幾天亂選亂選那不行 那這個地方 其實確實整個反彈也 大概到了初步的滿足區了 所以我們像我們像期貨的部分 今天我們是去選擇做空單 欸這空的很漂亮 今天11點27分 今天11點27分 20550上下5點去做空一筆 20550 20550 有沒有成交 這個會穿價成交 11點27這個是12點 已經過了半小時 20557 558那附近 其實最高就這一團的最高 那我們550上下5點一定會成交的 一定會成交的 20550做空沒有問題 哇這尾盤就殺了 賺了150點下來 20550 當然這我們都一路續報 等會我們在操作的習性 應該觀眾朋友都很清楚 20550空嗎 就下來 最大20404欸 20404啊 有沒有 馬上就這樣一下子就賺150點 一樣這個單 我們還是會把它續報留長 你停損是好放手一搏 因為現在已經又 我們的空單等於又拉開成本去了 那你如果說這個地方是屬於一個震盪結構 你這個震盪結構 今天大盤來到這個地方 相對旗子的部分一樣 那個結構 結構都差不多啦 你大盤從這個地方 20883這樣跌下來 1000多點對不對 大概1500 500多點 1500 這個又上來這邊又超過1000點 你這個地方 其實大概也滿足 如果震盪的話 這裡其實是相對比較好的空點 旗子的部分 你這邊區間震盪的話 所以你這個地方 當然我們布局空 確實也是大獲全勝 這個20550空的 這個也是大獲全勝 也是大獲全勝 對不對 那這個地方你就停損射 放手一搏 如果是區間震盪 那不得了 這個地方相對 已經彈上了1000多點了 往下再回去 那不得了 對不對 這是旗子的部分 這個旗子的部分 那個股的選擇 這個地方就更重要了 我說往右上角的個股 其實真的越來越少 真的越來越少 那我說我最近在籌備一個線上說明會 線上講座 這個要精選20檔個股 這個20檔個股其實現在 現在我說往右上角股票真的越來越少 要收集到20 這20檔真的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真的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你要確實它是目前往右上角在走的 當然這20檔精選個股裡面可能也許我會安插一些 大盤的部分 然後還有個股有些是 比較明顯的就是它是一個區間操作 你做一個區間 而且它區間還算不小 你區間去操作的話 不要說百分之百勝算 我們不能講這種話 可是那幾乎就我的認知 那就 就 送分題就對了 就是一個區間震盪 可是那些點位 你比如說上面的點位下面 那個需要去等待 那個等待 那往右上角的個股 哪些個股能夠呢 入列 被我選到 在這裡面 它的條件是什麼 啊你憑什麼去選這些個股 我說 精準定位它的長中短線的波形規劃 當然你短線一定會有一個 應該有一個推動出來 欸很多底部都不動的 因為我說我要往右上角 有時候往右的不行啊 在底部一直黏很久 那個也不行不會動 有一個出身段跑出來的 好其實你在日線會看不太出來 在周線呢那更看不出來 還在相對很底部 中線的長線的這些精準定位完之後呢 這些股票 這些股票每一檔每一檔 我都會把你把它解析清楚 然後呢把它的位置都把它精準定位好 把圖畫給你畫完以後怎麼樣 這一份資料 如果你參加我線上講錯的 我這一份資料會先寄給你 然後呢當下如果節目在開始開播的時候 因為大概可能需要兩個小時的時間 一百二十分鐘 好那我會先把它錄好 那你有權限進來你參加的人才可以進來看 那你進來看呢你就對照著我寄給你的講義呢 一檔一檔的看 也順便教學 也順便把它學一些東西 所以我說這堂課 線上收費講錯這堂課價值不菲 因為這二十檔股票 這二十檔股票你可以 日後啊 每一檔每一檔慢慢的拿來操作 可以操作很久很久 待會我舉一些例子給你看 好我待會舉一些例子給你看 來 那我們現在談到 好這是旗子的部分 這是旗子的部分 這馬上空下來大賺特賺 OK 好 來我們看個股的部分 那我說呢 我們一直在近期都在跟你談 IP股 跌升 可是我們只選中一檔叫做3443的創意 其他的我們不做考慮 好譬如說你說 哎那支援 支援的話 你看看支援 支援這個我們也不會做考慮 你說他跌升有沒有反彈 有反彈 可是你注意要看他一個長線的結構 3661的四星KY 我們也不考慮 好暫時3529的立望 我們也不考慮 我們純粹就是精準呢 就操作這張3443的創意 為什麼 因為 這個創意長線 這個創意就是短線 ABC拉回從2015 A波拉回1225 B波拉回 彈到1895做一個頭 從正式從1880起跌西坡 這叫A波B波西坡 它是一個整理型態 整理型態完或許後面還有細 那是很長線的結構 這個我就不再追溯 我們持續在觀察 可是你至少短線的部分 它要先進入一個反彈的架構 因為這個ABC它的一個結構呢 算走的非常的完整 我一直強調 所以這是什麼叫完整結構 也就是說你一個推升結構 如果說周線五大波已經推完了結構 五大波走完 那勢必要整理很久 那這裡面細微波 譬如說周線裡面的主升段走完 它第四波整理對不對 那個第四波整理也會很久 可是你會知道整理完之後 會有一個第五大波 所以你要利用那個第四波整理的末端 你要去切入買進布局 然後怎麼樣 買進怎麼樣 很有機會買在另一個賣動推升的起漲點 對不對 那可是如果五波轉走完的話 那就不要做這種考慮 也許它整理整理就一直在整理 整理完如果說營運動也沒什麼變化 那持續它會在次級市場區 跟最高點 來來回回整理 我說會整理很久 我說會整理很久 之前跟你舉一個例子 8069元太就是最標準的結構 你看這已經整理多久了 從這個地方早就已經結束了 這個地方早就已經結束在250幾塊錢 然後後來又有個高點258 我們一樣跟你堅持 它就是一個震浪整理 這超過快兩年了 這兩年前已經建高了 那它一波整理 你看它其實它就在這個 次級市場區 它就在這裡面跑來跑去 到現在應該也是 而且以後也應該我們判斷 它也會持續跑來跑去 因為它的營運動能大概就還不錯 然後能夠維持在高原期 高原期 懂意思嗎 住如此類的股票 它五波走完它沒有推升 可是它還維持在高檔 拉也會區間震盪 了解意思嗎 可是如果它是在第三波走完 第四波增移 你就要注意它還有一個 第五波推動 那是我們操作的一個 很重要的原則 可是你重點要去精準定位 那個精準定位 你亂定一通那不對 每一個脈動有每一個脈動的 一個特性 懂意思嗎 本來精準定位完我說那股票可以 你可以操作很久 很久了都會如我們 如我們規劃的 那個精準定位完之後的波形 一路在怎麼樣 有所本的在運行當中 可以持續好幾年 投票也可以持續好幾年 這個是 比如我舉個例子 8069的原態 它就是一個震盪 高檔震盪很久 來 我們先看短線 109的那一天 我說這邊在過程的 一路跌下來的時候 我們一直跟你強調 不要買不要買 有沒有 這個都有機可群 我先看一張之前的那一張 這一張 從1880下來 我說這個西波 12那時候西之三正在走 那走完西之三 西之四 還有一個西之五 西之五結束 我說西之五結束 我反而會有興趣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一直持續苦苦婆婆心的叮嚀你說 你這個股票不能買 不能買 不能買 有沒有 很多人也是不是 很多可能也不是 他自己買 他老是帶他買 一路的套套套套套套套 套了一屁股 大概都買在一載 160017001800左右 都以為這個要衝 尤其是這一根 都以為這兩根要衝出去 結果哇不得了 都套在最高的一路下來 欸 很受傷 那個1880後來 這邊一路 從1880有沒有 西之一二三 1880下來西之一 裡面鐵五段 鐵五段完整理ABC回來 回測至一四上 都很標準 你看 五段 回測至一四上 1620再下來第西之三 然後又反彈 1410再下來 這個1090 這邊也是鐵五小段 也是鐵五小段 一個賣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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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1090那一天 我就告訴你說 欸 這個股票3443 反而我會帶會員去買進 我們有興趣 為什麼 欸 因為他有跌出一個 完整結構來 你至少先搶他一個 跌升反彈再說 我懂意思嗎 有沒有讓婚姻失望 有沒有讓觀眾失望 沒有吧 大獲全勝 有沒有大獲全勝 馬上先賺200多塊 1090 4月26號直接攻到漲停1320 昨天又攻到1400 又漲6%多 1400 昨天1400 上禮拜我直接攻漲停1320 今天1400 買完沒幾天就直接買完 隔一兩天就馬上漲停 漲停完以後又攻到1400 什麼時間點切入很重要 通過很多人操作創意是賠了一屁股 哦 因為之前這檔股票在 技術 就很多人問 為什麼問 因為他套很深 一直問一直問 在粉絲團也問 在這個節目 在那個聊天室呢 我及時解盤 他也問 一直問 一堆人不是只有一兩個 一堆人在問 沿路一路套一路套 有沒有 這個地方啊 1880在這裡啊 創意啊 一路下來 我在那邊吳小波整理 然後又下一段 那在這個地方我說 他這位西坡如果跌了五小段 我就有興趣 果不其他你看 是不是精準命中 1090現在上來 今天來1400 1400 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 這很標準啊 這個圖就是我畫的這個圖 一模一樣的啦 1880 五小段 整理 再一段 再彈回來 再等於 就是一個12345坡 完整結構 那這個是西坡 這邊A坡在這裡 最高點2015 有 V坡在這裡 1890 你看這V坡走勢就這樣 沒那麼沒 亂走一通 亂走一通 可是這個V坡 亂走一通 你要注意哦 這種V坡的特性就這樣 亂走一通 亂走一通 可是你要知道 它的目標區是在回側高點哦 它的目標是在回側高點 這個過程跑來跑去 跑來跑去 你只要認定它是一個V坡 我說那個精準定位完 你只要認定它是一個V坡 你就要注意 拉回是要找買點 而不是每次拉回下來 你就殺低 你看哦 這個一拉回是要找買點 當然我們這個沒什麼興趣啦 只是說你這個結構就這樣 V坡就這樣 它比較複雜 走的會亂七八糟 可是你要知道它的方向 是要去側高 因為A坡是往下 所以V坡是往上 那側高完以後 V坡大概差不多以後 做個頭以後就準備 被西坡還下來 那西坡速度就快了 就比較乾脆了 有沒有就比較快 西坡12345坡嘛 1090這個地方買下去就對了嘛 就這樣 有沒有大獲全勝 是啊 馬上代會員這樣賺兩百多塊了嘛 欸至少比很多人的那個 創意啊 那賠了五六百塊 一下子一下子就馬上賠了五六百塊 你懂的是嗎 這三四十三的創意 我說每檔個股呢 你都要精減 啊精減完以後要精選 這是屬於暫時是跌身反彈 那我說他後續 當然整個長線的結構 我們會持續追蹤 欸沒有戲嘛 還有沒有戲 這看他這一段出去的一個結構 來判別 來輔助判別 當然我們還要看其他東西 來輔助判別啦 那你至少說你先切入 先拉開成本區再說了嘛 對不對 你先把兩百多塊 先把它拉開成本區 當然我們還在續報 不是出囉 兩百多塊老師 你就把它揮一出來 沒有啦 我們還是在續報沒有問題 只是說你先拉開成本區 看盤就輕鬆了嘛 是不是就輕鬆了 對不對 好 這是三四三 總比很多人買在這邊 一路看盤 看到這一段時間 這幾個月真的是都得憂鬱症了嘛 很辛苦啊 很辛苦啊 可能也懶得看盤了啦 有的用融資買 到底要不要停損 要不要補錢 要不要賣 就殺不成了嘛 我說你不要讓自己 陷入這個窘況 不要讓自己陷入這個窘況 而且選股是重點啦 這個地方選股 才是最重要的 因為我說個股就是 大盤就是持續震盪 你不要看大盤一路往上 又衝了又反彈很多 很多個股還是沒有動 沒有動就是沒有動 對不對 這是三四四三的創意 我說現階段的選股 更顯得重要 更顯重要 什麼時間點買那更重要 很多人也是選創意啊 選買在那個高檔也沒有用啊 一千八一千七一直買 一千六一直買沒有 我們買在一千二以下 對不對 一到了一千四就賺兩百多塊了 好來 這是三四四三的創意 三四三的創意 來再來一檔一檔來 那你看我說這個系列可以動 之前我都蓋牌 從底部上來的啦 從底部上來 這一檔股票 這一段271到506 這一段我們之前去年11月份 有做過一次 271上來這一段 一樣啊 它就從673就在這裡673 673下來這一段到243就這裡 673到23 一樣的 這個已經止跌 止跌完以後你看它怎麼整理 這個A波這個B波這個C波 所以那一段從271確實有漲到506 怎麼又要壓回來 好這個壓回來 這個整理就變成是一個比較富式的整理 那個富是複雜的富 複雜式的整理啦 有單式整理單簡單的單 這整理的過程有的是單式整理 有的是富式整理 有的富式整理還更複雜的都有 那富式整理完其實它就是整理而已 可是整理完以後它已經止跌 如果說它改進營運動能力 有大幅改善的話 其實它是有機會從那邊發展出一個往上的 譬如說 西坡 西坡有機會發展成未來往上推升的出生段 當然是最樂觀的 就是說西坡能夠發展成未來往上推升的出生段 如果沒有 那西坡還是只有反彈 那它持續整理就這樣 好 那這個你看這個系列K 那時候我們都蓋住蓋住 我說這些股票都是我精選出來 從底部準備要出發的 有沒有 都底部要出發的 4月24號工漲停 378 25號再工高399 整理了幾天 今天4月30 今天4月30 這差兩檔亮燈 436.5 亮燈437.5 差一塊錢就亮燈了 6415的系列K 6415的系列K 系列K 之前我們再介紹系列K 上過一個節目 系列 系列 不是我 我記得很清楚 主持人 系列 我說系列K 他叫我介紹股票 我說系列K 6415的系列K 那時候在210幾塊那一波上來的 上來到500多塊那一波 他說系列 不是我 你記起來 系列K 6415 系列 不是我 很清楚 這個是另外一波的操作 這個是另外一個 之前我講的那個系列不是我 是在這裡 在去年11月 11月 是在這裡 從271上來這一波 這一波確實是從271這裡 市場到506 市場這一波 我們現在跟你講的是這一波 不同的 是現在進行式的 現在進行式的 今天市場就衝到436.5 再拆一塊錢漲停 再拆一塊錢漲停 這些低檔的 就是我如果說的 像你要怎麼樣 這個精選24檔個股這個不容易 那他的整個結構位階 把它精準定位 那只要是從底部上來 那檔個股 其實你可以操作很久 可以操作很久 再來一檔這個也是 這個真的有印象的話 我那天4月16挑出來 這些股票 我說這都從底部準備 要能夠發動的 可是不是當天買 這個當天我蓋牌蓋了三檔 我說不是當天買 只是這個我一定會找他們買點的 一定會找他們買點 因為他就是從底部上來 就是一個很標準的 他是慢慢要推上來的架構 當然所以我希望大盤越震盪越好 我可以買的比較低 你懂我意思嗎 那種的也不要急 找好點才買 你是不是過度追高 不用不用 懂我意思嗎 這檔股票今天供到漲停板 這檔股票今天也是供到漲停板 亮燈 今天大盤並不是很好 後來跌八十幾點 這個股票也是這樣 也是供到亮燈 也是供到亮燈 所以選股真的很重要 那我們確實是不是有精選持股 持股要精簡要精選 很重要 好這股票來 類似這樣 那你急帽這個 我說他是比較活潑的投機的個股 我們講坦白話 這個12 那這個推出去 要不是三隻去走 就是怎麼樣 拉回來4 這個都可以拉回來買 這個買這個點 跟我買1316的上藥是一模一樣的 17塊他漲到28塊多 那個是一模一樣的點位 急帽也是38 一路漲到669 昨天到669漲了 這個快要一倍了 有沒有 66.9 這是1587的急帽 那另外我說他營建族群 之前鐵樹開花 欸我們有一陣子把資金呢 從電子股挪出來 然後呢全部都 幾乎都全面性的布局營建股 也大獲全勝啊 也大獲全勝啊 對不對 那我說營建族群 其實真的也是一個短期 短期現象啦 你也要懂得見好就收 可是每一檔個股的位階不同 像你今天國建又跌停 欸反而其他也漲停 他結構不太一樣 可是他絕對還有餘溫 有沒有 我說營建族群他絕對還有餘溫 因為有些結構還沒走完的 還正在走 還正在走 了解意思嗎 營建族群 所以我們現在營建族群之前 我說你看 像剛剛那個美檔美檔那種結構啊 之前我跟你說 像這個現在目前拿20檔 可以入列我們的 線上收費獎座 應該投資朋友也很關心啊 你看喔 我這個都真的很精選的 你這個精選20檔持股 你要精準定位 長中短線波形規劃 這一堂課的這個講座 你說價值多少嗎 價值多少 這個你看我去 我以前都常辦 每年辦一次年度的技術班 年度的技術班 我舉個例子 像這種年度的技術班 這是去年3月12號辦的 我講的最近這一次就好 這是去年3月12號辦的 進化波浪戰法的年度的技術班 形態位階精準定位 波形目標教練 食物練習 那這個的話 那時候的資料 我每次都有一個習慣 我把這本書啊 我把這本書先把你教會 當然你要事先稍微看過一次 一整天的課程 我早上先把這個把你教會 教會完以後 這裡面內容很多 教會完以後怎麼樣 下午要跟你考試 我會準備大概 也是大概20檔個股 那空白的給你 空白 我要跟你考試 空白給你 你要自己把那個波形 把它畫出來 要像這樣把它畫得這麼漂亮 也不簡單 譬如說像這個 紙碟的 你要能夠把它畫出來 畫得很漂亮 每一個位階 每一個轉折 每一個轉折 你要有交代 每一個轉折 每一個轉折 你要交代 那橫台 那一個脈動下來 而且每一個軌道 每一個軌道 每一個軌道 是不太一樣的 那就落地 是不是一二三四五波 這裡面有闊炎 這邊有闊炎 那這一組脈動下去 線型 然後再 這個結構你要把它畫出來 那早上我把他教會以後 下午要讓你練習畫 你要自己能夠把他畫出來 畫出來 那20檔個股是要幹嘛的 我們畫出來 都是畫出來他的未來 譬如說這當下 我們畫出來他的未來 他有個溪波 所以你可不可以拿來操作 我都已經精準準備完了 我有個標準答案給你 空白給你一張 你這練習畫完以後 我會當場給你糾正完以後 標準答案順便給你 那給你以後 那這可不可以做 我想請問你這可不可以做 可以做 是不是可以操作 所以納豆市場股票你拿回去 你可以操作很久 而且有的都好幾年都一樣 如我們的規劃一直在運行當中 這才是重點 那重點在哪裡 就是因為我們有把它精準定位 所以這個叫做精準定位很重要 精準定位長中短線的波形規劃 那我再舉一個例子給你看 譬如說這個 當下 那時候我們剛剛講創意 這個為什麼叫3月2號 我這一圖都3月2號的 因為我是3月12號辦 我總是要事先準備教材 對不對 我3月2號把一些圖 把一些我要的股票 要給他們標的都給他畫出來 空白了 然後我這個是標準答案 你從383上來 383上來 這個到底這是一個1 然後2 你這個3 那時候正在走 有沒有 那時候正在走走走走走 後來是不是走到哪裡 走到1230 然後做一個A小B 然後小C到921 那是不是你看 你這個可不可以拿來操作做嗎 你123沒做 你這邊整理完4 整理完4是不是921 你是不是可以做這個5 這個5到哪裡 頭部這個5創意從921到哪裡 921到921在這裡到2015 就這一段383 你看這個事後當下是這樣 老師你圖畫那麼大 因為這是日線 我要讓你看清楚 讓你會畫 383上來 383在這裡 這裡12345 有沒有 你這個可以做 做完以後 第五波子走完 走完你就知道他ABC整理了 那你說這樣子多久 頭部這個多久 這是去年的3月2號 去年3月2號的創意 在之前我們早就有規劃 我在講的是這一次的技術班 在更之前 我們其實對創意一直都有規劃 那我講的是最近 這個去年3月12號的一個 這個技術班的一個教材 這個教材 那這個都3月2號印的 我準備好以後 對不對 那事實證明383是不是一路上來 383 383上來 383就這樣 就事後這樣 2015 這5波子走完 走完他就ABC整理 那我們現在是做這個ABC 那時候C正在走 我說C讓他走完我就有興趣 是不是落底在1090 那我們是不是買上去 是不是又大獲全勝 整個來龍去賣 我說都是有所本的 然後都 都有延續性的 都有延續性 而且讓你可以一路追蹤的 重點就是前面那個 精準定位 你定錯了 你什麼屁都沒有 怎麼不一樣都不一樣 你懂的是嗎 創意 我再舉個例子給你看 銀邦那時候其實那時候3月2月4日還在從底部另外一個賣動才在推 才在剛推而已 這個銀邦我說這種都是怎樣 都是幾乎右上角的股票 懂意思嗎 那正在推正在推後來的銀邦 你看這43塊的銀邦啊 100塊的銀邦這100塊 那一路追蹤的呢 漲到600多塊啊 怎麼這一年 我說去年最標就這檔銀邦啊3600 這個是3月 3月以前有沒有 3月4月5月6月7月8月 這幾個月半年而已123456 半年嘛半年107漲到642635嘛 那這個銀邦在哪裡 在我的教材裡面就有了 當下就給他們畫了嘛 這個就是什麼 精選出來的什麼 這個叫做精選出來 所以我說這檔課價值不菲在這裡啊 我每年辦一次技術版 很多學員有的來參加一次兩次三次四次五次 每年都來參加 我問他為什麼你為什麼都每年都來參加 你都已經會了啊也會畫了啊 他當然很客氣說我不太會畫 因為畫的也沒有像老師那麼好 可是他重點要來拿那20檔個股 因為那20檔個股經過我精準定位完之後 他也比較有信心 那當然他自己也會畫 有些有時候有些 就是有些分歧啦 那他要來拿我的那20檔個股 因為我標準答案給他 我說我這個拿回去我可以做好幾年啊 他每年報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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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技術班 不是為了要去聽一整檔的課 他一去呢就跟我老實講 你那20檔資料給我 他標準答案給我我要先走了 他錢找就繳了都已經報名了 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說這堂課價值多少你自己去評估啦 你自己去評估這堂課可以價值多少 現在我真的我講坦白話我要找這20檔個股不容易找 真的不容易找 現在目前往右上角的個股真的是越來越少 不多啦 很多他還沒準備往從底部的上來的 慢慢的有沒有機會形成右上角 有的正在走 其實有的已經走到大概很末端 那個再介紹給你也沒有意義囉 譬如說第5坡正在走 已經走了看5支3了 那你5支4整理可能剩下一個做一個5支5 真的也什麼萬一你不會跑那不得了 那超在最高 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選這些個股我還要考量到說你的 你到時候你萬一怎麼沒有跑你怎麼辦 所以那個是有時候長線還可以保護短線的 長線還可以往右上角慢慢走的個股呢 我把它拿出來當作這個精選20檔 我再舉個例子來 這個是不是3月2號 你看日期看一下這邊他這個日期 3月2號不是現在是112年 112年3月2號 我圖都是3月2號1年 因為我一起做資料 然後3月12號就是要辦技術班 因為這個技術班是3月12 我先把教材準備好 這個準備好 準備好以後也是3月2號愛訊 那時候是這樣從49.3這是一段 那這個整理完以後第二段沒辦法 那時候已經上了就第三段他正在走 從60.7第三段就正在走 我們看事後的發展好不好 3月2號今天我特別把他印一張3088的愛訊 今天4月30113年了 這是113年的愛訊 今天我特別把他印來 來對一下49.3在這裡 49.3在這裡到60.7是1 然後從60.7這邊整理 這不規則整理完 從60.7以後上來是3 49.3到這裡60.7 1然後到60.7 到上來他正在走 還沒走到那邊 還走7幾塊後來到84.3休息 整理完以後是是不是來到112.5 啊這5坡就走完了 那你看哦 我們說這5坡完成結構完以後 他是不是開始要整理了啊 那整理你看從112.5一路下來 就來到這邊 這邊是不是又來到刺激市場區 是不是一切如我們的規劃 有說每次一見高5坡走完 他第一個就是來刺激市場區 你要買可以搶反彈 那搶反彈你要注意他懂得賣 他這邊整理了 那這個現在整理的過程 有沒有操作價值 現在有沒有操作價值 我想請問你現在 現在都沒有操作價值 他現在目前這個股票 就沒有操作價值 可是在當下 好譬如在當下去年3月2號的時候 在當下他是有操作價值的 因為他正在走主升段 主升段走完你避開整理完之後 他還有一個第5段 所以在當下是可以做的 啊這個5坡走完 做完要不要再做不要做了 除非你第一次拉回來這邊刺激市場區 你可以考慮搶反彈 這個都相對低 在這附近的有沒有 你可以做一次 欸你怎麼每次都照 你看這樣已經一年了啦 今天4月30嘛 那個是去年3月2號 是不是超過一年 是不是超過一年 那超過一年 他那時候第三坡正在走 他那時候第三坡正在走 走完以後呢 整理第四坡 然後做第五坡 完了以後這一年來 就把它從這裡開始 從這裡 從這裡嘛 這3月4月3月在這裡 從這裡開始吧 對不對 3月從這裡 第三坡正在走嘛 3月 然後走走走走 走完以後到現在 這樣這樣這個一年啦 這樣一年 一年又過一個月走了 一年 那是不是這整個走勢都如我們的預期 那重點就是怎麼樣 重點就是前面那個東西你要精準定位 你寫這個1你標他1 標他2 標他3 你憑什麼 這還要再看前面喔 還要再看前面喔 那我為什麼會只畫這樣給學員去 因為這本來會是空白的 這是標準答案 空白的讓他從這裡 他知道有個低點 他比較會啦 我講這樣比較快 他比較會畫 我如果把前面的也印出來 他可能會搞亂掉 啊其實前面印出來 他就是一個整理平台而已 沒什麼特別啦 好了解是嗎 我們預教一樂就順便也變教學 那這些東西 就是讓你驗證說什麼 我說像類似這樣的話 這一個 我現在目前正在籌碼這個 你有興趣的趕快把電話撥通 我們有服務人員會跟你說明 這個要怎麼來參加 要怎麼樣來參加啦 那你說這個收費收費收費 老師人家別人都不用收費 然後你說有時候就一千塊而已 你看他給你什麼東西嘛 你每天在那邊講講講講 你看我節目也不用錢啊 那我每天解析給你就好 你看他給你什麼東西 那我給你什麼東西嘛 那你自己去評估這個價值 這叫做精選二十檔 精準定位長中短線的撥寫規劃 這都可以讓你驗證 你把它留下來 這份資料我還會寄給你喔 這大概二十檔個股啦 然後我這個然後那個圖都畫好了 我還會寄給你 你把它留下來慢慢的驗證 也慢慢的對著我的節目呢 怎麼樣 因為你要有權限才可以看 你進去看 然後這樣對照比較起來 你就把它看清楚 然後留著呢怎麼樣 以後慢慢的好好的操作 輪到這一檔你就做 可能輪到那一檔你就做 好的波形你就做 了解一下嗎 好 這個部分啦 來 這個我就不再贅述 這個都可以讓你驗證 另外 我們談到營建族群 哇大震盪 我說個股表現 頭部每檔個股 它結構都不太一樣 這個是國建 4月17號的國建 頭部是4月17號的國建 這邊出生段 我說這個整理不管 這邊3 那時候這應該我說 它可以3-1 那拉回來 那應該是3-3 走完3-4 等於是3-1走完 它會有個3-3跟3-5 國建從這個地方 27-28塊有沒有 一路漲到41.55 昨天還公漲停 今天打到跌停怎麼辦 在這裡 我們就從這一段 這個1的不要 這個比較大 從這裡18.15 大概是3的 第三波的脈動 18.15 18.15在這裡 這地方大概是1-2-3-4-5 這個結構大概是這樣 我說每檔個股 我也都結構不同 那這個地方 我說它還有漁溫 還有漁溫 到了這裡 這樣就結構就比較漂亮 今天創高42.3 打到跌停 你這個地方就不要過度去追高 這是2501的國建 結構把它釐清 其實自然操作就輕鬆 自然操作輕鬆 連海月也是 那時候我們進場4月8 這個是第三波也是正在走 後來走一路走140幾 走到208 走到208 在這裡 你自己去對 它就是這樣的結構 這個1的你不要管 因為這種都是出聲段 這出聲段 然後橫台整理就是像這樣 你不要管它 那3是正在走 從94 94在這裡 94在這裡 94的話它是 大概是一個1-2-3-4-5波 前面都很清楚 那這個大概3 這個就結束 這個一結束 大家就整理很久了 你懂什麼 所以我說它 營建族群 每檔位階是不太一樣的 不太一樣 那你看它有沒有休息 2348的海月 你看也休息很多天 我們講的 我們講的 208是在這一天 208是在這一天 有沒有 這一天已經這樣 246 8個交易日了 有沒有再說過 沒有 它確實也是先整理了 確實已經整理了 對不對 位階把它釐清 這是2348的海月 有沒有 長紅等幅測距 它本來到1337 我認為1334差不多 它就到136.5 這個是有點 來 5534的長紅 有點類似一個 小假 微波的小 小微波假如波 一樣 這一組賣動 大概也有機會 先站告一個段落 它等幅測距也滿足 之前跟你談的時候 是在這裡 100塊以下 99塊那裡 有沒有 99幾塊 這邊71它等幅測距 等幅等幅 這邊是不是60 39到99 60塊 60塊加71 就130幾 它最高的136.5 那天到133 我就覺得也差不多了 那是不是 那我說同A檔 等幅測距 也是我們操作的是什麼 是長榮行 我說31塊的長榮行 你不買 EPS這樣 EPS可能每年都大概會有4塊錢以上 31塊的長榮行 不然你要買什麼 31塊的長榮行 對不對 長榮行現在衝到哪裡 最高衝到37.8 這大牛股也可以這樣衝 有沒有 2618 那是不是我們在選股 是不是 就在這裡 這31塊你不買 衝到37.8 有沒有 長榮行要漲 長榮行現在也不簡單 也不簡單 有沒有 2618長榮行 那它等幅測距 其實目前是還沒有達到 結構還漂亮 你不要看它這兩天好像創高拉回的 結構還算可以 結構還是可以的 頭髮結構還是可以的 然後這是2618的長榮行 長榮行 7.8了嘛 也是一個五波段的結構 那個都是短線的 頭髮那個都短線的 這是2534的紅色 紅色 系統 頭髮這系統昨天打跌停 我本來想講 這系統的結構 這邊大中小 它繞到這一區很標準 然後完了以後 它現在上去 重點是現在是這個上去 這個上去 到底是能不能推動 系統之前很多人問 可是我說它那個短線 短線你看到小時線 它會有一個脈動 站高一個段落 哪一個脈動 就這個脈動 現在37.4上來 我們看 我們看小時線 37.4在這裡 那正式推38 我說這一組大概 這裡站高一個段 它會整理的 73.5 它就做了來613 這個76是 很明顯的V波角 突破你追上去不得了 還在下來又破底 今天破底 等於世界是一個穿頭破底 有沒有 這邊A波613 這邊12345波 這很標準 那時候在這裡我就告訴你 這一組但是要休息了 有沒有 那它做個A波 做個B波 那下來 這個76735還過高 穿頭破底 61.3 585 破 這個整理完之後 這檔股票才 進入一個比較精彩的重點 它的關鍵 我說重點 重點是要能夠推動 那你是憑什麼判別 你不能推動不能推動 那這個就持續 就只是一個 板彈架構而已 對不對 那能夠推動 的話 好 怎麼推 那才是重點 如果說能夠推動 下一個切入點會在哪個地方 了解什麼 等於這股票你去 像我們去 這是比較長線的 這個地方 這一組走完 拉回 這個滿足區 滿足區 因為它是大中小到這一區來 沒有問題 3638.8 有沒有 這一區 就落在這一區 其實這都很精準 這個在我的講義裡面有沒有 大中小這個結構 在這本書裡面有沒有 都有啊 都有啊 等於這都有理論依據的 全部都有理論依據的 有沒有 好 重點是這個出來以後 在這個結構 短線的建高點都知道 你不會去追 這個也不會追 因為這是V波 它拉回來以後 這邊就上去 就是V波 這樣 這個完以後 接下來才是重點 等於接下來才是重點 來 好 這一個股 我說它每一檔的結構 你一定要把它釐清啦 一定要把它釐清才是 你結構釐清 你自然就會懂得 我怎麼來應對進退 該買 該賣 該停損 該加碼 該獲利出清 就一目瞭然的 就很清清楚楚啦 而不是 欸那我買買看 欸這個地方可能 先不要賣吧 都是 都是這邊 拆拆看 每次拆拆看 沒有運氣常常那麼好 你要有所本的操作 齁 絕對要有所本的操作齁 齁 來今天可能時間比較不 那麼充足 我們看一下聊天室的部分啦齁 欸 欸 這個 齁 這邊 欸 立志 這個昨天他有問了齁 我可能沒有時間 我在 我把這個00919來講一下齁 00919 啦 00919 群毅台灣齁 群毅台灣精選 這股票 九波 你這種東西 你不能把他定為九波啦 你要看他的 有一種我的書裡面 這個有 我的書裡面有一個叫 很特殊的波形 那是未標示擴延浪 那是九波格局 那個不一樣 那順便剛好給你們看一下好了 那個不一樣齁 頭部那種九波跟這種九波是不同的九波 在這裡 來順便看一下 照一下 這個地方來 頭部 這個是很特 這邊上面 好來我拿下來 這個是很特殊的波形 叫做未標示擴延浪 它是九波格局沒錯 每一小波會創新高 可是拉圍一直會在一個上升趨向 走完九小波會進入一個整理 它這一組賣動是為一個極速 它是這樣 可是這拉圍都會重疊 拉圍會重疊 拉圍會重疊 那一波九波走完它會破 這是一組賣動 這一種九波跟我們講的一二三四五波 然後有一波擴延的九波是不同的 齁你正常一二三四五波 你不能寫有九波 什麼六七八九不行啦 齁不行 那個就是一二三四五 那可能三之一三二三三四三四三四五 你要這樣寫 你不能寫一個六七八九 不行哦 只有這一種很特殊的波形 未標示擴延浪 它是整組 它是這一組是一個賣動 是一個賣動 我舉個例子給你看 像類似這樣的結構的 齁像類似這種結構 那時候有一些圖啦 齁有一些圖 像類似那種結構的 齁這個我不太贅述了齁 那一種九波格局是不太一樣的 齁都不是不太一樣 那你這一種不能說法九波格局 來你看一下 你看我們這個來 我們當場 剛好在現成我們來看 你這種結構你要是這樣 這正常齁 比如說你這邊有一組 齁一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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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齁 你在這個賣動 那你玩拉圍 啊又一組 啊又拉圍又一組 齁對不對 你懂意思嗎 是這樣的結構 那可是這個結構你要注意 因為 正常齁 你譬如說這邊又有一組 欸我把它 假設啦齁 你大概因為這邊變成比較短 你這種結構是這樣 齁 齁那這邊 你要去怎麼去斷點 怎麼去斷點 那怎麼去斷點 來 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沒有錯 可是大概正常會三會擴延嘛 所以你這個斷點 大概是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的話就要用黃色的黃色的 那等於是什麼 就簡單這個就是一嘛 二嘛齁 那可能這三支一二三四五 那這個三就在這裡結束嘛 那這個四嘛對不對 那你這個五嘛 如果沒有擴延大概就結束 這樣子一二三四五破 這樣是最漂亮 這樣的波形是最漂亮 那最漂亮會怎麼樣 你這個結構就這樣 因為它這個軌道 一組一組軌道 你同一組邁動 你同一個軌道 大概差不多 齁 同一組邁動一個軌道不同 這個一個軌道 你要去搞清楚這樣 這個才能夠這樣比較會 比較有機會這樣 欸精準定位成功 之後 你現在因為它五波完成 所以這裡結構大概很 只有可能就是一個區間震盪 齁 就在這裡面區間震盪 懂我意思嗎 在這裡面區間震盪 那這個區間震盪的結構 就又符合了我們預期 就欸 因為它是一個ETF 那大盤我們是不是也跟你主張 它是一個區間震盪 那這個地方暫時這五波走完 它就是一個區間震盪 就在這裡面 齁 這樣就很漂亮 齁 這樣就很漂亮 這是權力00919 了解意思嗎 齁 我們在分析你看齁 你要有所本 然後分析的要 要我們講台北 就頭頭是 就是要有所本 然後頭頭是到這樣子 對不對 要有它的理論架構 了解意思嗎 那這樣你看看是不是比較合理 你假設我們看到這張圖 我們看到這張圖 你懂意思嗎 齁 我們看到大概的結構 應該會講 不是 而不是你剛剛說的那個什麼 九波格局 齁 那不是齁 那不是 那就是五波 像這個剛剛我們定了 是第三波擴演 三至一二三是五波 了解意思齁 齁來其他的 我們看一下 其他可能 比較沒有時間跟你回答 你這個如果有興趣知道齁 你把他留在 有問題的 你就是把他留在我們的Live粉絲團裡面齁 你就有問題就在Live粉絲團裡面提問 齁在Live粉絲團裡面提問 那我說現在目前在規劃的這個東西很重要 精選二十檔個股齁 這個我在線上講說裡面 我這個二十檔我都把他 大約二十檔齁 大約二十檔 還會包括大盤 齁還會包括大盤 大約的 精準定位他的長中短線的波形規劃齁 這個很重要 那你自己去評估這一堂課 價值多少 齁有興趣的你製造電話 趕快撥通電話 我們服務人員會給你做說明 如何來參加這一場的一個講座 齁 那你喜歡我節目分析的 那你記得要加入我的Live粉絲團 齁小老鼠V168 齁小老鼠V168 或直接把電話撥通 跟著我們一起來操作 我說我們在操作每一檔各 都是有所本的 也不要照進齁 現在的盤你不要去照進 好的點位才操作 沒有的不要勉強 齁真的不要勉強 了解意思嗎 那你喜歡我節目分析的齁 如果你喜歡我節目分析的 也記得 一定要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幫我按個讚 重點要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齁 要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齁 我們今天節目解釋到此 謝謝大家 因獨立判斷 純盛評估 並自負 毫無知風險